我們稍微補充一下 如果你有兩個 3D的模型 也就是說你可能要打兩個字 我們現在是只有一個對不對 那如果你有打了另外一個字 也把它變成3D 好假設我像這樣子 那我會把它變3D 各位 你這樣子之後呢 你可以看到 其實我們在塗層面板 是不是真的變成兩個 但是這種方式有一個小缺點喔 什麼缺點 因為每個3D塗層都是什麼 都是獨立的 也就是 他們的地板 他們的燈光 攝影機都是獨立的 那這樣子的話呢 你要調 老實說比較麻煩 那各位以前有用過 一般塗層可不可以合併 可以 3D塗層 只要是都是3D塗層 也可以合併 這樣就可以 3D模型怎麼樣 共用 一個地板 一個燈光 一個攝影機 所以我在這邊把它選起來 好選好之後呢 請你看這邊 我們在上面這裡有一個 三條線嘛 對不對 合併塗層 好 當我把它按下去之後 你會發現 兩個有沒有變一個 那你回到3D面板 這個時候呢 你就會看到 如果你要編輯第一個字 就是這個 編輯第二個字就是這個 他們兩個就是共用 同一個燈光 同一個攝影機 這樣子的話呢 你就不用擔心 我 在調整的時候 OK 有沒有 你就可以旋轉 適當的方向 那你再拉過去 看你要放哪裡 這樣 清楚嗎 所以 他一樣可以合併 好不好 好 這樣子呢 那燈光也會一樣 受到影響 突出的深度 你可以 個別的去決定 好你這個要細一點 要粗一點 都可以 可是他是共用同一個燈光 那第二個要補充的就是 如果說像我這個情形 我們的燈光是來自上面 或甚至我是來自後面的 那各位你想看看 你拍照的時候有用過逆光嗎 如果是逆光拍照 請問要不要補光 要對不對 所以呢 各位在我們的3D面板這裡 如果你是燈光 好我現在點到燈光 你看下面這邊 有沒有發現 這裡也可以增加其他的燈光進來 你們都有去過攝影棚啊 攝影棚絕對不會只有一個燈啊 是不是會有一個主光源 然後可能兩個補光嗎 兩個補光然後甚至後面再一個補光 都有可能 看你的情形 所以 最簡單的 其實你可以用點光源 我們後面會介紹 就是這三個類別有什麼不一樣 好你看我再增加一個 燈光 這個時候呢 有沒有多一顆 前面就亮起來了 那你可以看 你要打亮的是哪裡 那這盞燈要不要太亮 我可以稍微暗一點 有沒有這樣就不會補太亮 對不對 你就可以看看 這樣會不會OK 甚至他不要產生陰影 你都可以自己決定 好這樣做出來的效果就會比較好 這樣OK 好不好 記得 先體驗一下 所以呢 我們今天有一個作業在這裡 在這裡囉 一家 作業三有沒有 就是要讓各位真的怎麼樣 你自己去合成看看 好不好 你一定要自己做看看 你沒有做的話 你就沒有那個經驗值 你就會發現 你真的就是會迷路的那一個 OK 好